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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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去会有那个包安 然后一个很大的围栏 然后就是感觉还是挺安全的 虽然我们澳洲的很多房子没有这种保安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从小一直感觉很安全 而且很多身边的中国朋友也还是感觉挺安全的 我们的社会算是一个比较 low crime rate 的社会之一 所以在澳洲疫情 coronavirus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控制的比较好嘛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现在是比较街坊 我们可以在外面走一走 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回去上就是在office上班嘛 但是很多人还在家里上网课上班 但是希望很快就能回去我们正常的生活 我们澳洲的社会 尤其是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 是一个multicultural society 那multicultural society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国家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生活 Live together as one 就比如说我从小 像小学 初中 高中 都跟各个国家的人 一起相学 然后对我 就是我那个时候以为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就是会和不同的国家的人一起生活 然后这是我们澳洲社会的一个特别吧 我们可以在澳洲学不同国家的文化 和历史 然后就是可以称为一个比较 像国际化的一个国家嘛 然后可以尝试不同的国家的美食 这是我最喜欢的 好 我自己觉得澳洲特别欢迎 中国的留学生 而且不同的国家的留学生 就是我自己觉得 中国人和中国留学生 对我们澳洲的这个社会 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们在悉尼有一个 Chinatown 唐人街 然后我经常和几个老虎朋友 还有中国朋友会一起去 然后就逛街啊 吃饭呀 然后在大学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和同学 也是中国人 经常跟他们一起做作业 可以从他们的教育上的体验 学习他们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大学生来说 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很大的贡献 我自己觉得大部分的澳洲人 还是很友好 毕竟我们澳洲的这个性格 就是比较chill 比较放松 比较友好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不短的 去让中国人 中国留学生 更受到他们在这边 是很受欢迎的 就是作为一个澳洲人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更好 更友好 更商量的一个社会 我初中必须学一年的中文 所以一开始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然后就感觉中文这个语言 就是很美好 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语言 然后就选择了在初中和高中继续学习 然后在杭州 我gap了一年 然后在浙江大学学了八年的中文 在悉尼大学还继续学中文 每天早上我会起来 然后去西湖 然后就走一走 享受它的风景 特别美 然后看那些老年人钓鱼什么的 然后就吃一下杭州笑网包 这些回忆 算是日常的回忆吧 但是都很美好 哎 喜欢中国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吧 我最喜欢的 特别喜欢大马匠 然后唱KTV也是特别喜欢的 然后中国的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嘛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学历史 然后政治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也蛮感兴趣的 最喜欢吃的是 我个人很喜欢吃肉嘛 董坡肉 啊 焦花鸡 还有那个 啊 啊 好多菜都上不出来 对 嗯 啊 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整个社会 而不是大部分的社会 但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以后 减少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情况 让中国人 让中国六学生 感到在澳洲更受欢迎 啊 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啊 特别喜欢你们快点回来 特别喜欢我的朋友 谢谢 谢谢 谢谢